Hello大家好,Raiwanです 这次的爆裂连接战真的是非常难打 想要把伤害打破翼基本上是非常困难 特别注重特攻类别的角色 稍微看一下,这次的特攻类别就有 神赤猿 特殊知识以及第十一宇宙 然后对敌有效的角色就是全员都是十一宇宙的角色 所以在超系的支持者那边就尽量的把第十一宇宙的角色给排上去 那么这一次 在这之前嘛,就最高伤害8800万分 真的是不容易 然后使用的就是 这一个 超系嘛,刚好有遇到 四只第十一宇宙,组一下 刚好打上去,比较轻一点 然后极细就绝对就是Darmus战队了 神赤猿 极细的神赤猿就是靠他们 比较nice OK,这一轮嘛,就稍微有点幸运 找到了全员都是第十一宇宙的超系队 虽然说 浅解度不是非常的高啦 就 这个top ball跟disk ball可以到比较高浅解数之外 其他的要么没有 没有练上来 要么就是刚刚开 开一路 连路都没有开了,这55% 这一支免费卡真的是 竟然都已经 把这个解放力都打开了 干嘛不把他给踩心掉啊 哈哈哈,稍微有点可惜 所以三维可能稍先不足 不过 极细这边就非常幸运啦 整队的Darmus战队就 除了这一支 隶属的罗杰之外 全部都是踩心的 所以这一次就稍微想 挑战一下啦 看能不能突破1亿分 OK,Let's go 这么豪华的队伍了 哇,如果有 上那个超系有LLG练 应该会更好吧 希望能突破啦 第1分 老实说真的是 看不太到希望啊 这一轮 诶 看一下这次 三支要选什么 应该是以 黑悟空为主吧 诶 OKOK,Darmus 三支都是Darmus 这个会 比较好一点 连结跟 类别都OK 如果刚才选的速度有点慢 可能伤害会 降低啊 お願いします 至少 过个9000万吧 好过没有啦,9000万 至少就帮我多结一个任务 反正就是队伍大概就是组成就是这样子的 非常重要 如果这一队上面这个抄袭这边 踩新多一点 那么就刚才这一轮应该是非常有望 突破1亿伤害的 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打嘛 这一次的连接站 尽量啦,尽量 好不容易突破了9000万 nice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またね